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6月16号 周四美股稍微开盘 美东纽约现在是早上的9点07分啊 感谢大家来到 由first 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在学联合 为大家带着线上公开课 美股7000早班车 也是美股7000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啊 简单的美股声明 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zoom这里有一个问答的按钮啊 点击然后输入您的问题 而不是在聊天这里打出 聊天这里打出的话 人一多话一乱可能就错过了啊 好我们直接开车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市场在昨天的震荡下啊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没什么太大变化 周期图依然还是在区间的下沿 日途周期在区间下沿 然后呢日途的话 动能继续往下走 似乎今天又探出了一个新的低点啊 短暂的破了一下3700 昨天我们看到想要尝试反弹啊 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吧 改变不了这样的一个反弹 阴跌的这么一个局势啊 日前途动能还是向下 并没有出现超卖 但目前潜在会形成底背离 但这个还需要时间去观察 4小时是已经是超卖底背离了 不排除3680 这个位置触及一下 如果能触及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大盘可能会潜在会有更大的反弹的机会啊 结合周期图还有日线图各方面综合来讲 另外的话呢 我们看昨天也是Fat Day 美人储毫无意外的啊 当然很多同学是意外的 加息75个基点啊 但是我们其实早周一就已经知道了 对吧 前几天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加息75个基点就是市场的预期啊 那现在已经加到150个基点了 再下一次会议 还是加息75基点的预期 那目前这个预期我们看到是80个percent 那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啊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了 那么看到鲍威尔的决心还是很强的 要跟通胀抗争到底啊 跟通胀抗争到底啊 利率可以随时的进行任何的调动 然后呢 不把利率降到 不把这个通胀降到二 事不罢休啊 不会宣布胜利 那这个感觉是昨晚是 昨天是很狠啊 真的是狠狠 放出了很多狠话 那市场呢 也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啊 先是跌 后面又涨 那现在又全部跌回来了 那最终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经历过一个48小时的魔咒后 市场还是回到原位 甚至往更低的位置走了一点啊 那这个解读可以说是比较负面的 当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么一个预期了 那我说过啊 我说过啊 美联储这边啊 短期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通胀的问题的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呢 就算美联储加息的预期price in 但是市场还是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 是吧 就是这个通胀问题啊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原油价格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啊 呃原油价格被鲍威尔给吓下来了 是吧这个鲍威尔说事不罢休啊 一定要把这个通胀给压下来 那我们看到昨天呃 15号啊 2点钟之后原油价格是比较坚定的向下回落 当然没有回落太多了啊 但是这个我们看到是比较坚定的一个回落 对吧 并没有并没有说大涨 然后呢 再跌下来 直接就往下跌 而且一直往下阴跌往下探 但目前原油并没有破一个关键的支撑 还是一个上行的通道 但我觉得如果说继续向下去的话 包括我们说到了7月15号啊 拜登将要访问沙特阿拉伯 也是欧派的主要成员国 或是欧派唯一重要的成员国吧 这么说那如果欧派愿意带头增产的话 那基本上整个欧派或者是整个油价啊 就会下来了啊 那可能会来到这个位置 能不能走到更低 目前还不好说啊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在近期测试啊 那如果油价一旦下来的话 抱歉啊 油价一旦下来的话 我们看之前受油价影响的所有负面的玩意 首先是交通指数 交通指数啊 那么交通指数这边是蛮有意思的啊 最近很雄的一个下降趋势 跟原油的趋势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啊 IYT对吧 交通指数啊 那昨天还有说这几天似乎开始出现一些积极的表现了啊 但还是在一个大的下降趋势当中 只能说这里可能跌的有点多了啊 可能跌到了一个趋势线的下沿的位置啊 这位置可能会有些反弹 就跟原油一样 涨到趋势线上沿的位置可能会有一些回落啊 另外跟经济很大相关的 我们看银行也是连续三天的小强势吧啊 XLF也算是还可以吧 至少我们看到并没有特别的难看 不能算是严重拖累市场的那一环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受通胀影响比较大的零售 这里反而是做了一个抬高的低点 那这些其实都指向接下来如果油价往更低位置走的话 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啊 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 也是跟经济相关的啊 受通胀比较敏感的 昨天我们看到是有积极的表现 对吧 是有偏积极的表现 当然今天盘前下来了盘前回来了不少啊 但整体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偏积极的表现啊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鲍威尔说了啊 通胀接下来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想要打压下来一个目标 呃似乎还是用到了什么不顾一切代价对吧 任何情况的利任何情况下提升到任何的这个这个档次的利率啊 那像这样的言辞 其实呢 呃对市市场来说的话 这个对通胀的缓解啊 就通胀预期的缓解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原油价格的回落 然后呢还有说美元的回落 然后还有什么 啊10年国债利率的回落啊 当然这些回落我们看到目前来看 似乎有点微乎其微 对吧有点微乎其微 呃 只能说市场迅速的price in了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啊 早在周五上周五的这个通胀数据以来 市场就price in了 这下来要加息75个基点 然后鲍威尔讲完话之后 市场也迅速price in的这个价这个这个 这个讲话的所传达的这个内容啊 背后的信息是什么 那市场也迅速做出了price in 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那我还是要说一些本质上的东西 这个通胀不是说靠一两句话就能说下来 对吧 也不是说靠一两次加息能够说下来啊 那当然持续的加息 持续的更快的加息 更多的加息 对通胀是会有缓和的作用 那通胀这个东西一旦冲起来 他会一直慢慢的往上走 然后可能最后会横在上面很长一段时间啊 就像当年通胀跌下来之后 通胀一直在低位二人之二的通胀 好几年对吧 都没有什么起色 直到疫情后面我们看到啊 放水之后对吧 这个应该是第四次QQE了啊 第四轮还是第五轮QE了啊 看你是怎么去怎么去计算了对吧 Qualitative Easing啊 这个不断的购买资产 然后同时把利率打到零 导致这个通胀一旦起来 一发不可收拾啊 那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 一个逆过程 对吧一个逆过程 由于当时疫情带来的问题 残留下来的问题 现在美人储需要去收拾 那这个当时估值是很低的 是吧 水漫金山 但现在的话呢 这个估值要下来啊 这个估值要下来啊 那我就依然还是看好这个估值 会不断的有回落啊 因为回归正常利率化的话 首先你要让通胀下来 你利率必须回归正常化 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 华尔街有些大佬出来说 早就应该加息更多了对吧 这次应该加息100点 甚至说直接加息到300个基点 对吧回归到利率常态化啊 那这个如果说是要往三走的话啊 我们看今年利率最终的目标 也是会往三走啊 甚至更高的位置是3.5啊 350个基点 那这个估值那就应该回到中轴 15 16的位置 而不是现在在19的位置 当然再往下刹一点点差不多 是吧标普百再刹个10 那可能估值就达到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位置了 当然现在集体估值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高 估值高的地方还是啊 这个SRK SRK昨天的回落 我觉得最近的冲高 如果聪明的同学减一点 或之前买多的减一点 然后这边在不断的滚动操作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啊 这个ETI动能还是蛮大的 而且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多的杠杆性 但是呢就一倍的嘛 没有任何杠杆 但这个还是挺猛的 还是挺猛的 这位三倍ETI里面 那是我们说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啊 SRK 属于是反向的这么一个ETI了啊 今天盘前 SRK又涨回到70的位置了啊 感觉今天所有反指都在涨 对吧 昨天是跌下来一点点 然后今天全部回去了 我们看反指的它的形态都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漂亮 感觉反向指数可能还有机会在网上 冲那么一冲 也就是大盘可能短期还会往更低位置走 那大盘如果短期继续硬跌反弹的节奏的话 杀不出一个底啊 难出反转的话呢 那不排除就会往3600甚至更低位置去探了 那我们也说过3600 或者3600以下 可能会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长线的位置啊 那这个位置我是蛮感兴趣的对吧 也不排除届时油价可能会下来配合一切玩意儿 然后这边呢会出现一个大反攻大反转啊 像年初我们看到三月份的包括前一段时间的这种几百个点的反弹 甚至更多的那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啊 另外一方面大东商品每天我们在讲大东商品 那这种大东商品涨的多的要小心了 能源里的天然气已经下来不少多 已经下来20%了 然后包括还有原油类的这边也是有回落的预期 虽然我觉得跌不会跌太多 对吧可能跌到110 现在差不多到了100估计这些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撑啊 想要往更低的位置看 目前我觉得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但是充高回落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 先行指标下来一点点 那如果先行指标出现很大的背离 往更低位置走的话 那我就原油价格可能会打开更大的空间 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对吧 这是一个过程啊 就像通胀一样啊 包括这个加这个加息啊 还有这个收紧啊 还有说这个货币政策的整体变迁啊 包括这个欧派的增产啊 啊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啊 我觉得不能急 因为这个经济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周期过程需要时间的 但是我们的交易 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可能总是忽略到了这一点 就是买了一个交易 对吧做了一笔交易 等了真的是感觉半辈子 最后才出现这种 对吧你想要的这种机会 但是你已经是等的精疲力尽了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交易机会是要等出来的 这种一买就涨啊 所以一卖就跌的这种机会确实是要耐心的等待 虽然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看法 认为接下来会怎么样 而且最后可能你也是对的 但由于你操作的不当啊 过早或者说失去了耐心 或者说太急之这个这个太过于着急了 对吧啊超之太急了 最后可能导致这个效果是 事与愿违啊啊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大家想要的啊 这个也是要提一下的啊 那很多同学是看空缘由的 我知道的缘由看空 确实是我觉得我认同的啊 但是什么时候看空怎么看空是很重要的啊 如果你在这一路过程当中 从四五六月份一直看空下来的话 这个可能比较麻烦啊 包括如果你看空at the wrong timing at the wrong spot 也是很痛苦 当然原由最终的价格 我觉得会往更低位置走啊 一百块钱的油价 你觉得会一直维持一辈子吗 基本上不太可能 对吧但什么时候下来啊 可能得先把这些空头给杀掉 对吧 那么原油在高位可以维持好长一段时间 时间的啊 所以千万千万要小心啊 这油价我们看之前呃 09还有10年11年12年 当时这油价维持在100 或者说更高的位置 是好长一段时间 好几年的时间啊 所以就不排除这边可能也是 会有类似的动作啊 当然我觉得像这种冲上去 然后这样砸下来的可能性 有点小对吧 有点小啊 我们看原油之前有大的回调 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是一个大声V的反转顶部 这种很爽啊 一买就涨 然后一卖呢就空 坐下来就是很爽的 就担心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跟你耗一辈子 最后跌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 或者说没有资金跟他玩了 或者说你已经被市场给淘汰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小心的啊 所以这原油的做空啊 虽然我们看空 但不一定要做空 就算你做空也要非常的谨慎 去选择相应的品种啊 相应的品种 那除了做多大众商品 然后当然大众商品里面 也有做空的对象以外 我们看板块来说的话 今天板块这一周这一个月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吧 那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一个极端的思路跌的多的 开年跌的多的 或最近跌的多的啊 看看有没有反弹的机会吧 那只能是做一个反弹了 那今天这个板块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基本上 没什么板块能起来了 除了房地产类的 我们看这边还是比较坚挺的啊 那我觉得昨天鲍威尔 昨天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 然后加上鲍威尔的讲话 可以看得到美联储 这边对房地产市场 这个最终的结果来说是一个利好 啊 所以我们看到木材类的 是吧 lumber and wood productio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这些啊 我们看到今天表现稍微强一点点 是吧 当然这些也是最近一段时间跌的很多的啊 呃 今天我们看到集体市场都下来了 整个大公司跌的很惨 当然有不少大公司 但是我们说过头肩顶的目标还没到了啊 所以呢 可能还得再跌一跌 硬跌反弹 硬跌反弹 不断的探底做底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有一样东西 已经是到底部了 那我们说过的中概股 对吧 中概股 今天早上 也不乏有个别几只中概股跑出来了啊 盘前的话 我们看到有应该这有一只中概吧 这个是什么嘉音啊 这是做信息科技的还是做 这种应该是互联网金融类的吧啊 那今天涨幅榜非常非常的少啊 又是redbox 然后跌幅榜的话一堆啊 当然这些跌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是活该吧啊 有原因跌的啊 那看一眼也不太愿意抄底的股票啊 比较大市值的公司 今天也是中概有所回落啊 中概互联网类的有所回落 那中概 刚刚我们提到的 是目前是非常扎实漂亮的底部啊 所以中概里面还是不断的 逢低去找机会啊 选股的思路我们也说的非常清楚了 选到你喜欢的股票综合各方面来讲 那就是逢低吸纳 或者说继续持有等待 后半年会不会有更大的行情 那集体中概我觉得任何的回调 我觉得都是要找机会的啊 目前中概月线图周线图 都在关键支撑 然后呢 日线图这边回踩 ABC回踩这个平台 非常漂亮的位置28 29 那这边已经起来这一波了 当然任何的回踩 是吧 只要不破这个28 我觉得都是向上看的机会啊 都是向上看的机会 那就是中概股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 而且我们开从三个月 从三月份开始到现在 我们就持续不断的对中概股进行跟踪 然后不断的提示大家 这是逢低吸纳的机会 任何去补缺口的机会 都是找机会上车的机会啊 那我觉得中概这边已经有了一波的行情了 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些行情的分化 也就是说个别股票可能会有相对的强势 但有些股票可能会弱 有些股票甚至可能会有大补涨 尤其是一些小中概 三五十个percent的这种行情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会频繁的出现啊 所以你是喜欢动能的喜欢做多的 那我觉得中概这个列表 你自己要建立一个列表 对吧 自己要建立一个表 这是肯定的啊 那除了中概以外跟中概相关的 我们看到也是金砖四国巴西 其实也有一些机会啊 包括可能韩国啊 一些外围国家 新市场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对美元压力 美元对他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但有不少国家 我们看到还是有不错表现的啊 包括新市场最近可能是潜在的双敌 对吧 相对说美股出现了强势 那这个我觉得后半年 整个新市场也是美股以外的市场啊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慢慢的出现 对吧 或者底部的现象慢慢的出现啊 呃 KY我们看盘前是回落一点点 但这个回落你可以减也可以不减 对吧 啊 我觉得最近这一波反弹挺多的 跌5%可以减吧 然后做好接下来在周旋的准备啊 可以做空油股吗 我觉得可以涨的多的是可以做空的啊 油的看法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高位震荡为主 然后呢慢慢的阴跌下来 最后可能会大崩盘 但这个需要时间 对吧 需要时间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什么契机 对吧 但7月15号这个点可以注意一下啊 老师昨天有看到期权移动FXI8月19号到7-28的put 这个好像我是没有看到特别大的单子啊 像这种买扣买put的肯定都有啊 但是你要看到连续不断的高质量移动的话 那可能就不错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单子我是没看到 我是没看到 具体可以告诉我一下金额和数量嘛 许来by SPY等360吧 好吧 等360吧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 包括这一周我们都在讲 360这个位置 也就是对应的标普版3600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好 呃 这边我看同学还有说提到 嗯 嗯 嗯 FXI的单子 我看看啊 FXI 昨天FXI28的put 金额应该是不够大 但8月份的单子质量应该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好 我看看大家的问题啊 好 这边有同学提到说盘前经济数据不好 经济数据也没什么重要的啊 今天有什么经济数据啊 经济数据都不重要了 经济数据就是赖死不活的经济数据 传钱是好像房地产数据吧啊 不太好 但也不影响今天房地产好像是反弹排在前列的啊 美股是否进入到一个长期经济退 经济退 目前还不至于吧 更多只是杀估值而已 这个之前问题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吧 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经济数据倒不支持说现在进入到一个 recession啊 更多可能就是一个增长的 放缓啊 更多可能是一个增长的放缓啊 啊 啊 不至于说到经济衰退到 像这个 07年08年间的情况 可能更多像00年科技泡沫的这种感觉啊 啊 这个是我之前我们也是探讨过这个问题 对吧 然后本周财报 这个忘记讲了财报 今天盘前有coger 没什么太大动静 甲骨文这周也没什么动静 然后今天盘会有adobe system beyond ad 这些可能估值 都是偏高的啊 要小心 对吧 要小心啊 呃这些估值偏高的公司 在这种杀估值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要谨慎对待的啊 那些什么是在低位呢 中概新型市场是在低位啊 很多国家 个别股票 不仅是图形上 还有估值各方面都在低位啊 那大家如果有关注a股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 a股最近是连续多天 成交量超过1万亿 对吧 那这个其实是 啊 a股常见的这么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啊 持续的放量 对吧 而且a股这个一旦反转啊 或中概股一旦反转啊 是可以持续好长一段时间的啊 因为a股它的这个这个品性呢 它就是呃短牛长熊啊 短牛长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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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qq 我觉得最近我们也讲的很少了 对吧 sqqq没有什么太多啊 关注啊 或持有的意义 我觉得sark比它好太多太多了 对吧啊 呃如果你是用杠杆或者说用margin去买的话 sark同样的资金sark肯定比sqq要好 虽然sqq是三倍的 但是sark是不需要一倍的对吧 所以它不需要 它可能可以用杠杆margin去买 而sqq可能就不能用杠杆margin去买 只能用现金去买 所以同样的资金sark可能反而可能会有更高的回报 因为它没有杠杆 包括它这个对应的sark对应的arkk的这个beta值 是比kkk 是比kkk好得多得多啊 这个也是这个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一点 对吧 之前我们提到的过的一点 感觉同学他可能不是说每天来听直播 对吧 或者说每时每刻在听 这个也没问题啊 有时候一些问题我们基本上 也会经常会重复到 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东西啊 会来回的重复到啊 呃所以这些的话 大家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就呃不用怕啊 也不用害羞啊 直接问就可以了 对吧直接问都可以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都是我们这边之前有解答过的啊 然后美联储这边最终的反应我们看到 还是48小时魔咒 然后最终反应是偏向于向下走啊 那我们说过3600 可能跑不了了啊 可能跑不了了 到3600就再说吧啊 到3600说不定会是个更好的抄底的机会啊 好那今天美股已经开盘了 看看今天能不能守住守不住的话 周五可能会往下杀啊 下周一 margin call monday 然后周二又是turn around tuesday maybe下周会有大行情啊 这个行情可能会是反转向上的行情啊 这边提前跟大家一起预告一下 对吧 下面这个信息可以拨到 first street 客户专线电子邮件 chineseatfirststreet.com 这大家也不用在电话上等了 对吧 直接发邮件把问题输过去 24小时内都会收到回复 官方微信优心 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 street 横杠185 服务华人30多年 完全上真正意义的明天上 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to begin and stay profitable 拜拜